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victalk 本期视频想给大家复盘与总结一下 在刚过去天里整个加密市场有哪些大事发生 那么今天也是争议初五赢财神 也是希望各位可以在新的一年里裁员广进 那么昨天的市场较前天是有一波小小的回调的 那么比特币也是跌破了5万美金 以太坊也是跌了大概有30美金左右 而市场更是有一波小幅度的回调 山寨币回调大概有5%左右 那么这个回调最核心的原因还是因为在昨天晚上美国方面宏观数据的一些改变 cpi指数的出炉等等 那么cpi指数出来之后 其实大家对于三月份六月份是否降息的预期是又降低了的 所以如果没有办法持续降息的话 那么市场的短暂下跌也是在强领之中的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昨天灰度的卖币依然还在持续 但是昨天的这个灰度卖币的数量就比较少了 大概只有800多颗 所以相较于之前的16000颗15000颗 这个数据真的可以说非常少了 那么同时整个比特币生态昨天走的也是不是很好 我们看到头部的名文像奥迪赛斯回调了大概有7%左右 但是其他的一些名文就跌的比较惨了 像AVAVR以及BNBS 特别是BNBS已经跌破了2 所以走势很惨 那么整个的这个比特币生态方面 其实走的也不是特别的健康 也是普跌将近有10% 同样的社区里对于这个梅林链的质押也是有诸多的一些发的 我们知道梅林链用了不到一周 就已经完成了超10亿美金TVL的一个壮举 但确实里面因为有很多的这种垃圾资产和一些传装币 所以其实实际上梅林链的这个质押的资产应该是没有那么多钱的 那么在今天也想跟大家去来分享一下 我对于梅林链的质押的一些看法和一些相关的观点 同时Novos的代币CKB也是在最近两天疯狂猛涨 昨天一度冲上了币安涨富榜的第一名 那么CKB的Novos也是一个老项目了 那么这个项目最早应该是在17年的时候就有在做 当时也是在杭州的一个非常头部的项目 那么现在他们也是转型来去做了比特币上面的这个智能合约的Layer 2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做一下关注 同时Zeta Chain涨的也是很猛 但我觉得这两个都是属于强装币的一个板块 整个ERC404方面 那么在今天凌晨迎来了一波比较大的回调 从24000一口气往下跌 跌到了最低21500 那么又在刚刚是有所回升 这整个ERC404我觉得这个概念比较好 但至于投资确实是比较比较谨慎的 同样的几个ERC404相关的币基本上也算是差不多的走势 那么昨天在视频中有跟大家分享一个基于ERC404改变的全新概念DN404 那么这个ASTX昨天跌的很惨 那么在今天又迎来了一波暴涨 当然那涨富我们看到目前已经要将近三倍了 所以想跟大家去来分享一下关于DN404 同时其实ERC404可能会对于整个NFT交易市场有比较大的一些改变 但我觉得这些目前还是在一些理想和一些思考的方面 所以想在最后给大家带来一些我个人的一些思考吧 同时我们看到这两天的整个的GAS费 无论是比特币链上的还是以太坊链上的都是比较低的 所以目前看起来市场依然没有牛回速规 只是说交易所的真正牛是链上还是十分沉寂的 所以以上就是本期日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内容 请注意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就为个人件分享 没有任何的投资建议 居关链和数字货币投资 风险很高 你有可能会损失掉全部的投资本金 如果你感兴趣请点赞 关注本频道 大家的点赞与关注就是我建设下去的最大动力 同时还有VIP资讯群 如果你有一对一的外滩资讯需求 或者想获得一些早期的项目资讯 跟一些财富密码 那么也是欢迎各位桑马付费家群 我们的汇费是500美金可以永久入群 不过我们马上就要已经提价了 所以如果你要在提价之前进入 请各位尽快桑马付费 同时我们会有一个非常优质的这个交流平台 请各位可以去桑马 刚才我也跟各位分享了 迎来昨天一波小回调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美国方面宏观数据的改变 但我觉得这个对于加密市场的影响不会特别长期 基本上只是一个短期的阵痛 而且确实我也觉得最近比特币涨的实在是太猛了 一个春节假期直接从4万3爆拉到5万以上 所以有一波小小的回调也算还算OK的 而且其实这个回调的幅度也没有特别大 对于比特币来说只是下跌了5万美金 以太坊也是基本上只是跌去了30美金左右 所以一切都还好 那么回调的卖币这两天确实也是少了很多 相较于他们在1月底2月初的时候一天卖16000颗15000颗BTC 那么最近他们最多也不过就卖两三千颗 所以这个数据少了很多 我们看到昨天灰度网坤base里面转了 大概就只有不到900颗比特币 所以这个数据确实是少了很多很多 同时呢 这个汇率差好像又比较奇怪了 我们看到这个以太坊跟比特币的汇率0.05是一个关键节点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迎来波爆拉之后是又回到了0.053这个相对的低位 所以我个人其实是比较会看好比特币以及以太坊后面的这个汇率差的 我觉得以太坊应该还是能够真正做到价值回归的 所以也是希望各位可以去做一下关注 那么我刚才也说了 确实最近几天怎么说呢 虽然比特币啊 以太坊啊等等价格一直在猛涨 包括我们也看到了像这个ZETA呀 还有CKB 包括PYTH这些强装币在一路猛涨 但如果你要来看一下整个链上数据的话 你会发现这几天的链上数据真的是低的不能再低了 你看到目前比特币上只有22 那么我们看到12月份的时候这个数据乘10都不够 同时整个以太坊上面的gas费就更拉胯了 我们看到昨天13号这整个的gas费没有平均超过35 而且现在这个值已经来到了18 20 哎 所以真的呢 特别特别的让人觉得头痛 那么于从15名也能够看到 嗯 整个链上的交易量 其实在最近的春节假期里面走的也是很低的 那么基本上也是每天大概是20亿美金左右 那么都不太会超过30亿美金 所以确实目前链上的牛市依然没有到来 那么我也跟大家说了 对于散户来说 一定还是要去紧抓链上的机会 因为链上的这些新的项目 无论是一些新的玩法啊 或者是一些新的资产发行协议 包括是一些全新的赛道 才是对于散户来说弄一小不大的机会 但目前看起来整个市场还是不具备这个条件 但就像之前牛市的节奏一样 必须要让比特币先把这个资金加满 然后拉的很高 那么慢慢的资金才会溢出到链上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耐心等待 对于明文市场来说 其实最近很长一段时间的走势都不好 那么在经历了12月份的这个暴涨之后 明文直接沉寂了也是有一个多月了 我个人觉得明文会有第三波的 但现在不是时机 无论是现在中国人都在放假 还是说交易所没有上班等等这一系列 包括说整个明文之前冲的实在是太猛了 也是需要一段时间来去消化跟沉淀的 因为只有消化跟沉淀的时间足够久 下一波的涨幅才会足够 所以关于整个比特币生态代币 或者是对一些明文 我的建议是 如果你拿的是一些相对龙头的资产 我觉得你无所谓吧 就拿着也不慌 毕竟已经跌了这么多了 大不了就直接归零倍 但是如果你是抓的一些不是那么核心的资产 比如说你买到了一些 就是不算龙头的一些山寨名文 那确实可能要考虑一下 因为这些山寨名文在下一波牛市里面可能也是不复存在了的 所以也是跟大家做一下相关的一些提醒 同时想跟大家去来聊一下这个梅林链 因为确实梅林链的质押 包括梅林链的发的最近几天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火热吧 在社区里 那么我个人想说的是 其实对于梅林链的质押来说 我是参与了的 而且其实我们参与的这个量还不少 可以跟大家看一下目前的这个车队的情况 车队的情况已经来到了128个BTC 所以这个量级还是蛮猛的 怎么说呢 为什么要参与 就是我觉得比特币生态在接下来是有一波爆发的 这个爆发可能不会是明文 而是它上面的一些底层基建 而从目前看起来 如果要去争论这些layer2 我们之前有stx 那么涨了很多了 那么对于新的项目来说 其实除了梅林以外 我没有找到一些更好的标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之前去参与到整个梅林链的最核心 最核心的一个原因吧 总之我个人感觉就是梅林链我会去参与 而且目前看起来我们的这个车队的资金也已经相当庞大了 怎么说呢 站在我个人的角度 梅林链上确实会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 大家都知道梅林在不到一周之内容纳了超过10亿美金的质押 但是在这10亿美金的质押里面 有很大一部分程度都是像什么奥迪啊 赛斯啊 各种各样的名文 包括像RC420的一些蓝盒子啊 这些算是在加密市场中的这些常委资产 那么实际上最核心的资产依然还是比特币 但目前比特币有1万多颗 呃 1万多颗比特币的数量其实也不少 但这代表着说梅林链的很大一份数据可能都有水分 包括我也看到了发的说 呃 整个梅林链的研发团队是外包的 然后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风险会有可能会跑路 因为毕竟已经搞了那么多钱了 我想说的是 其实参与每一个质押项目 无论是之前的blast manta 还是puffer 还是现在的梅林 就是你只要去参与这些质押的项目 你都会面临着这个团队跑路 或者是面临着黑客攻击的这样的问题 因为我也说了 目前录空头的方法已经完全改变了 你没有任何本金想要通过交互的这种黑奴的方式 再去录到空头 基本上很难了 而如果你要参与 例如梅林链blast manta 这种质押式的空头打法 你就是需要面临着本金完全归零的一些风险 所以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 如果你要参与 就要做好你的这个资金完全归零的一个准备 那要么说你就不要参与 所以这个就是最核心 也是最为关键的点 就是你确实可以通过质押来获取到更多的空头 而且这个空头也是比较明确的 但是你也有可能因为这个质押而倾家荡产 所以怎么说呢 就是希望各位可以去做好风险把控 如果你觉得你质押的钱 你能承受 它完全丢掉 完全失去 那你可以去做 如果你觉得你接受不了 那你就不要去玩 所以我觉得也没有不要发的 对吧 你如果想参与 你就做好你的资金完全归零的准备 如果你不想参与 那你就找到下一个好的投资标的 或者是你可以等到没零二级发出来之后再去参与等等 这样也都是可以的 同时Novos这两天CKB的涨幅也是很迅猛的 包括这个ZETAChain这两个标的 那么其实这两个标的都是跟整个比特币生态有所相关 尤其是CKB 那么自从Novos宣布来去做比特币的二层之后 我们看到CKB的价格也是一路往上疯涨呀 但其实关键的原因还是要看到CKB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落地 包括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这些比特币的二层 包括梅林在内 其实那么都是这种我给一个什么解决方案白皮书 然后大家在吹 哇这个解决方案真好 这个技术真厉害 然后呢就开始拉盘 但实际上最后能否落地 这个真的不好说 而且像CKB这样的纯纯的老币和纯纯的强壮币 对吧 他可以这么拉 那什么时候搁 什么时候跌 那真的也是不太确定 所以站在我个人的角度是可能不太喜欢大家在没有任何内幕的消息的时候去玩这样的代币的 所以就不再跟大家花更多的时间去来说了 但确实这个涨幅最近还是很不错的 所以跟大家来去提一下 最后来看一下整个12C404相关 其实我们看到潘多拉呀等等这些标的在最近又出现了一波很大的下跌 我个人还是这个观点啊 就是我觉得12C404是大家需要学习跟了解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没有必要去花更多的时间来去在其中做很多的一些投资 因为目前呢 这些标的都还是处于一个比较早期的状态吧 但我们看到这个DN404的标的ASTX 那么最近涨的真很猛 那么前天大家说啊 他是不是要归零了 然后今天又一路往上爆拉和猛涨 这个池子也是锁了 这个流动性也是100万美金了 所以涨的也还是不错 那么想跟大家聊一下12C404可能会对于NFT市场有什么样子一些不同 其实所谓的12C404就是一种融合了token跟NFT玩法的一个全新协议 我们知道对于这个潘多拉来说 还是举例说明你在这里买一个潘多拉的代币 你买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潘多拉的代币 还能买到一个潘多拉的NFT 但是如果你买3.5个潘多拉的代币 你只能获得三个这个潘多拉的NFT 因为NFT是不能被拆分的 所以其实12C404协议 那么其实就是一种 对于整个的这个NFT和token测的一个结合 所以呢 这样就比较有意思了 你想你买币可以买到一个币和一个NFT 你买NFT也是能买到NFT和币 那么这个时候你在卖出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不太用care这些真正的NFT交易所了 比如说bler 虽然bler的流动性很好等等 但是这上面是要收你版税的啊 以及说对于这个创作者来说 你在其中收钱 你还是要看这个NFT交易平台最后给你的这个钱吧 如果他没有这个版税等等什么 你是白玩的 但是如果你基于整个12C404协议来去发放 那么你所有的这些赚的钱的都是你自己和个人的呀 而且你也没有必要说要在这个NFT交易平台上面来做了 你直接搞一个AMM尺子 只要你的流动性足够大 那你就可以完成一件交易 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流动性的方式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交易的丝滑程度 肯定是要超越bler的 所以呢 这也会是一个近几天我看到中文区讨论比较热烈的一个方式吧 但确实目前整个12C404还是处于一个比较早期的状态 而且随着它的价格下跌以及这两天热度的下降 那么超越bler或者是能够真正革新NFT的一些交易方式 那真的还是不太好说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 在后续了解一下 总之呢 昨天的一个市场是走的比较差的 那么因为整个数据出来之后 市场的预期没有了 所以我个人会觉得 在目前的一个行情下 那其实已经赚了不少了 所以还是以躺平为主 而且确实整个春天假期 虽然我们看到比特币的价格在一路猛涨都突破了5万了 但是市场的热度以及市场上新项目的数量 包括说各个社群里面大家讨论的一些热烈程度啊等等 其实还是处于一个相对低点的 我也看到很多小伙伴发推说 上一次5万的时候 简直整个市场都要疯了 但这次5万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贪婪程度目前才71 而且市场的这个热度真的 我觉得还没有之前39,000的时候火热了 所以确实市场也是没有回过味儿来 所以大家也可以花一些时间来去静静的等待 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想跟大家带来的所有内容 如果你有更多想说的 想聊的 也欢迎在评论去留言 或者是点赞关注本频道 最后如果你想加入我的VIP复卫群 也是欢迎各位3万复卫 我们马上就要进行提价 所以请各位景宽入群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